在歌手2018的第五期,华晨宇演唱的孩子,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,节目播出之后,大家都在讨论,对于这首歌你会如何评价,绝大部分人都是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,其实观看第五期的节目,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仅是观众,一起参加节目的几位歌手们,对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赞赏。 华晨宇在歌手2018第五期演唱的曲目是孩子,选这首歌的理由,花花是这样解释的,这首歌的作曲者叫西楼,她写的东西就是很美,我就觉得她美,但至于她在讲述什么,我只能告诉大家,这首歌它很像烟火里的尘埃的续集,但是我并不想告诉大家,它在表达什么,这样每一个人听,都会有自己的问题。 画面,花花,在唱现场的时候,我感觉腾刺感更明显会好一些,我就自己写了一段旋律,但是我写旋律的时候,我又不能破坏这首歌的美感。 花花,在我心里面,创作一定是大于演唱的,我之所以会唱歌,是因为我每次写的一首歌,我觉得用钢琴弹这个旋律,或者是用吉他弹这个旋律,我觉得没有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要好听。 所以歌手在演唱的时候,它只是一个音乐作品里面的一个音色而已,它和吉他,鼓,贝斯,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的。 我其实在15岁之前,虽然也学了很多年的音乐,但是我并没有很喜,欢音乐,它在眼里就和学习语文,数学是一个概念。 当我15岁的时候,我把我内心的东西,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时候,我才开始爱上它,所以这是我的初衷,那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初衷,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变过,在欣赏玩花花的表演。 Jesse J直接评价说第一名,汪峰,他这么年轻的时候,很多小孩是爱唱啥唱啥,只要现在流行什么,我赶紧跟潮流。 但是他唱的东西,他忠于自己的想法,这才是最厉害的,如果他现在是40岁,这么做没什么,对吧? 李全,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应该往前走,就像钟摆一样,你走得越高,你摆的幅度就越大,就怕如果你是在年轻的时候,就变老了,那就不好玩了。 汪峰,技术是可以不断的提高学的,但是态度不是这样的。